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本书中达尔文确认了人体上在未来还会消失的几个身体部分 而他高兴地描述为无用或几乎没用 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曾经长满了体毛 是人类最原始的保暖设备 也靠浓密的毛发来调节体温 保护皮肤 但现代人因为保暖设施的健全而不再需要浓密的毛发 当然像眉毛这样有助于我们的眼睛挡住额头的汗水的 是不会消失的 其次就是动耳机 一些动物如兔子和狗可以单独地控制他们的耳朵 这就要归功于这种特殊的肌肉 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摆动他们的耳朵 但除此之外这些肌肉没有任何作用 在人类直离行走之前 我们的脚趾是用来抓握的 由于我们越来越不依赖爬山 越来越依赖走路 我们的脚趾慢慢收缩到了现在的尺寸 现在我们的脚不幸连最小的枝干都抓不住了 而且人类直离行走时 主要是靠大脚趾来维持身体平衡 第五脚趾成为多余物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啊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